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题目是 慢性乙型肝炎免疫发病机制 与免疫的一个评估 那么这个也是总结了很多的资料 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 那大概我从这三个方面 去给大家介绍 一个就是乙型肝炎的免疫发病机制 那与其说是发病机制 其实不如说是 对乙型肝炎免疫一个状态的一个描述 就是乙型肝炎免疫的一个状态 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发现 那么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看看乙型肝炎的自然死 大家也知道就是年龄 感染的年龄 是乙型肝炎发病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比如讲我们在维数期的 在维数期 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病人 是小孩 婴儿 是变成了一个慢性的携带状态 这个时候他可能肝脏里面并没有炎症 那么当然到了小孩的时期 到了婴儿时期 这个时候的感染一部分变成慢性 一部分可能会恢复 但是如果是成年感染的话 绝大多数的我们乙肝的病人会康复 大概只有5%左右的病人会变成一个持续的感染 当然这里边呢感染以后会持续地存在 也可能恢复 也可能表面抗原的这个经过反反复复的免疫清除 达到一个表面抗原的消失 或者是表面抗体的血清转换 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引离型的乙型肝炎 可以直接进展为肝硬化 那么在这个自然死当中 我们其实最最关注的是几个非常特定的时期 一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免疫耐受期 那么这个时候的 不管是表面抗原低应该还是抗原 它都是存在的 而且这时候转而眉是正常的 组织损伤也是很小的 那么这个区域在我们国家 很多的垂直传播 一直到它的成年期都是这个时期 那么然后进入了一个 我们叫做免疫清除期 或者叫免疫活化期 这个时候转而眉波动 易抗原 表面抗原 甚至DNA都在反反复复的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免疫清除的时期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免疫清除的进展 纤维化也在加速 肝脏的病理省上也在加速 那么当然如果这个期完成了以后 我们可以到了一个低伏制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表面抗原的携带状态 那么这种携带状态呢 可以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当然未来它也会 重新的复发 或者是易抗原消失 我们称之为掉 易抗原阴性的乙性肝炎 那么这个时候转而眉也会增高 那么DNA可以存在 或者是可以不存在 最后还有一部分是 变成引力性的一个肝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不同的时期 是人为分的 而在一个病人的个体当中 这个时期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 可以从免疫耐受到免疫活化 到表面抗原的携带状态 也可以到表面抗原的清除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今天谈到的是 以肝的免疫情况 那么它的免疫情况 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不管是国内外的学者 那我们通常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在免疫耐受期 是负性调控因子占主流 包括白介石 包括PD PD-1 这些指标 包括T-REG细胞 就是T调节细胞 那么都是一个上调的阶段 这个时候转位是正常的 但是到免疫发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炎症的因子其实是上调了 白介石的水平是下调了 那PD-L 可能是上调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一种免疫的一种平衡 其实我们的负性调控 和这个 这个炎性的调控因子的产生 它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果 那么可能是炎症的产生 使得我们负性调控因子 越来越增加 但到最终的免疫清除去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 炎性细胞因子增加之外 我们还可以发现 它的固有免疫 特别是NK细胞 包括DC等等这些细胞 甚至于单核细胞 都参与了免疫的清除 那么这样看来 乙型肝炎的免疫 在这个病程当中的免疫状态 是一个动态的 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相互制约的 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先看看天然免疫 那么天然免疫 对于急性病毒清除 其实是最至关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的文献 报道了急性乙型肝炎 感染以后的免疫反应 那这里边NK细胞 NKT细胞 是起到了绝大助数的作用 当然科夫细胞和DC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么在这个急性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直接清除病毒 可以不要适应性免疫的反应 或者是适应性免疫 只是在后续的过程中产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可以发现 当一个人的固有免疫 非常强大的时候 比如像我们成年人 感染乙肝病毒 他通常是可以清除病毒的 那么这也就是 为什么固有免疫 在乙肝的免疫调控中 如此的重要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 慢性乙型肝炎的时候 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这个是2010年年的一个文献 这个发现看到 在乙型肝炎当中 它产生伽玛干扰素的NK细胞 是明显比例下降的 那么这个下降和转胺煤 其实没有关系 不论转胺煤高 还是转胺煤低 那么它其实产生 伽玛干扰素的NK细胞 都下降了 所以NK细胞不光是数量的变化 其实也有它的功能的变化 DC细胞这个研究的比较多 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学者 报道了很多的一些文献 那么这里面呢 DC的表面分子的表达 在乙型肝炎当中 是受到明显的影响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因子是 比如讲HM的限制性 包括CD86、CD80 那么这些表面分子都是明显的表达 受到影响 当然它的频率也会下降 就是在乙型肝炎当中 DC细胞总数是下降的 那么当然它对T细胞 特别是CT2的诱导 是有最大的一个功能障碍 那么在这一点上 有很多的学者 做了很好的研究 当然在适应性免疫里面 特别是在慢性乙肝 CD4阳性的T细胞 CD8阳性的T细胞 包括B细胞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CD4阳性的T细胞呢 通常是产生细胞因子 那么促进我们CT2的形成 那么CD8阳性的T细胞 通过细胞溶解 或者非细胞溶解的机制 那么清除病毒 这里面B细胞大家忽略的比较多 现在B细胞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等会儿我们有一些研究 也会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它在乙型肝炎的 整个的发病过程中 我觉得它扮演的角色 其实相当的重要 特别是在免疫清除的这个过程当中 适应性免疫的应答 其实我们可以从CT2 辅助性的T细胞和B细胞 这三个阶段 那么这个三个阶段的共同作用 或者是三种细胞的免疫的方式 同时作用才能使得 我们的乙肝病毒清除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角度 比如T调节细胞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一个 抗炎的一个功能 包括TH细胞 它是一个出炎的作用 这是在慢性移性肝炎病人当中 都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在慢性移性肝炎里面 我们发现最多的是细胞功能的受损 这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 特异性的T细胞 特异性的CT8阳性的T细胞 它的反应是特别的弱 特别是在慢性移性肝炎里面 当然CT4阳性T细胞 也是在乙肝肝炎的过程当中 它是总数是下降的 它功能也是下降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发现的 就是很多的 一致性的调节因子是增加的 最近研究的也特别多 比如PD-1 包括这个TIM-3 包括在这个T细胞 CT4和CT8阳性T细胞的表达 都有非常多的这个高表达 那么这种高表达 它是一种负性调控 是使得我们免疫功能下降 甚至于使得我们的CT8阳性的T细胞耗劫 那么这是一个研究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机制 那么刚才是我们探讨了一下 有关乙型肝炎免疫发病机制当中的一些免疫的现象 那么这些免疫现象呢 显然是很多人的研究在一起 所以在机制的探讨上 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一些的新的进展 我们不能说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 我们就弄明白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些现象 那么下面我就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样评估一个乙型肝炎的免疫状态 因为大家知道免疫状态一定是和治疗是相关的 和治疗的结局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 我们怎么样开始治疗 什么时间开始治疗 我们现在开始病毒治疗从子栏 不管是ISO或者是APASO的子栏里面都提到 转MV大于正常的两倍 乙型肝炎这个病毒的指数超过的一定范围 持续三到六个月 OK 我们开始治疗了 大家知道吗 只有一个转MV这一个评价的体系 但是转MV增高的因素很多 还有一部分病人是转MV并不增高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开始治疗 把握治疗的时机 那么在治疗中我们评估它的疗效 我们怎么样预测它 它是否有效 或者是它的效果究竟会怎么样 血清转换的可能性有多高 那么还有如何停药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一些新的一些指标 新的一些方法来判断它 所以大家提出了一个4P的Medicine 这是在肿瘤里面提到的 我觉得在我们乙肝的治疗当中 一样是重要的 不管是预测还是预防 还是参与还是个性化 那么这都需要我们在一个乙肝病人中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个体化的管理 那么其实关于乙肝治疗的评估 我觉得在座的可能工作年龄超过 工作超过20年的在乙肝治疗 我们都知道这么一个口诀 就是要高低长短活不大 这个是我们以前一个老教授 上海的一个老教授提出来的 它这个高一定是转M1高 低就是病毒低 长 疗程要长 短 发病时间要短 活动就是干 那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活动性肝炎 不是肝硬化 大剂量 因为过去我们是普通干扰数 500万 300万 500万甚至1000万 这样是更好 那么这是当时我们对于一个 乙肝治疗前的一个评估 我们知道这样的评估 一定会得到良好的一个结局 但是现在我们怎么评估 我们现在在治疗前 治疗中治疗后怎么评估 大家我们看一看 那么最新的一些研究 那么在治疗前 评估表面抗原的定量 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复发的可能性 比如在治疗前 在基线的时候 如果表面抗原大于2000个国际单位 那么可能它的复发的机会 就会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是小于2000个国际单位呢 可能它复发的机会就比较小 这也是2015年的一篇 新的一篇报道 那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 我们在治疗前如果评估 它的伽玛GT 那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 管线转安媒 它的高低决定了一个预后 这个虽然是个回顾性的研究 当然我们病例数也是足够的多 我们可以发现 在治疗的过程中 完全应答的这种病人 它的伽玛GT在治疗前 超过正常的倍数是很低的 如果超过正常倍数很高 它的应答率就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上面这一组 那么下面这一组 就是没有完全应答的呢 它的伽玛GT的水平就非常低 那么伽玛GT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指标 过去我们不太关注它 现在在很多的疾病 包括在心脏病 在肾脏病 还有在血液的疾病 伽玛GT都作为一个 新的一个评价指标 那我们认为它的评价的优势 甚至超过这个HPVDNA 超过HPVDNA 那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 在治疗前我们发现 BREC细胞 就是B调节细胞 这是一组CD24和CD38阳性的 这个细胞群 在乙型肝炎的 一抗原阳性的这组病人当中 显著的增高 而且它随着治疗的变化 也在做调整 所以这个文章我们还没有发表 这是我们做的一部分的研究 当然我们对NK细胞也做了一个分析 特别是在基线的时候 我们发现NK细胞 它是在不同的免疫状态下 是显著变化的 特别是在免疫清除期 那么NK细胞的比例 有一个显著的上调 那么这个上调和治疗的结局 应该也是相关的 但是我们的数据最终还没有统计 那么这个是 也是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RP就是干扰素诱导蛋白10 那么这个指标在治疗前和治疗 特别是在治疗前的评估 我们可以发现 它在治疗前的高水平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答的指标 就是是表面抗原消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不管是一抗原 表面抗原或者是一抗原的消失 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可能 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内的一篇文章 是白加21 它说在T比复丁治疗的过程中 T比复丁在这个早期 如果我们检测白加21的水平的时候 那么可以显著看到在52周 不管24周 12周 它的完全应答率都显著高于那些 比值比较低的 就是白加21 当然我们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一篇文章 也是提示就是核心抗体的水平 高水平也预示着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疗结局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也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献 也是报道了这个过程 那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研究 我们发现在检测外周血的CD4和CD8阳性T1 PD温的表达 那我们看在治疗以后的 在治疗以后的10周左右 如果它快速下调的话 它一定预示着血清的转换 那也就是意味着 在治疗的过程中 PD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而它的变化的速度 也预示着益康元的一个血清转换 当然还有NKT细胞 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 特别是在治疗的12周 如果NKT细胞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话 特别是在T比弗丁治疗的时候 只要它下降的速度越快 也就预示着它的血清转换的比例越高 那刚才我们是说 在治疗的前和治疗的过程中的监测 那么治疗以后怎么办 停药以后怎么办 这里边有很多的报道 特别是2014年有一篇报道 说表面抗原在停药的时候 如果小于300个国际单位 那么它未来累计的血清转换力 到364大概7年的时间 可以累计达到70% 但是如果大于300呢 或者是大于1000呢 它的累计的血清转换力 就没有那么高 特别表面抗原的血清转换力 那么同样 抗原阴性也是得到同样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治疗的结束的时候 你看表面抗原的量 它的水平越低 预示着它未来血清转换的机会就越高 但是同样也是 如果表面抗原大于三个log 在治疗结束的时候 它的累计的复发力也是相当的高 可能也会达到70%的左右 那么这个也是观察了 大概24个月两年的时间 也得到同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有关慢性乙肝的评估 我们这么多的免疫学指标 这么多的血清学指标 我们怎么样才能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综合的判断 特别是在 治疗前 我们怎么样评估它的免疫状态 我们怎样真正的筛选出免疫活化的患者 真正的开始治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么当然在治疗中的评估 我们可以知道药物的选择 如果我们预测它的免疫情 免疫的这个状态 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地做一些调整 比如联合治疗或者是调整治疗 当然我们可以预测它的疗效 我们可以把握停药的一个时机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仅有免疫损伤的指标 还有负性的免疫调节的指标 在这个方面我想 今后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综合的判断方法 或者累计打分的方法来做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 我想今后一定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指标 或者是检测的方法 评估的方法会产生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想 既然我们讨论了乙肝的免疫发病机制 我们也探讨了如何去在 乙肝的治疗过程中去进行评估 那么最终我们要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解决问题 其实就是靠目前所有的治疗的药物 那我们大家看一看 从91年开始 普通的干扰数 到拉米弗丁问世 到2008年替罗夫维 当然现在我们又有所期待了 随着饼肝的治疗的成功 乙肝的治疗也会成功 那么在这个乙肝的治疗当中 我们希望更好的药物 更多的治疗的方案 但是在目前 我们还得靠这几个药物 但是这几个药物 大家都知道 问题特别多 副作用耐药的问题 还有疗效的问题 特别是疗效的问题 我们一年的血清转换力 怎么也超过不了30% 所以我有时候在讲 我们的肝病科的医生 只要你按照指南 大家的水平是一样的 该血清转换的 到时间血清转换了 没有血清转换的 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能力 去改变这个现状 所以真的 大家水平都一样 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判断 或者我们的评估 来预先了解 乙肝肝炎 它的最终的治疗的结局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有一些新的 一些的 这个 潜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比如讲 目前批准的只有一个 最后面的抑制物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 可能的 治疗的方案 就是直接抗病毒的 叫direct-acting antivirus 这个DIA 其实现在的发展 已经非常快了 我们等会儿会听到 好像有关 Aerohead公司的一个报告 那么还有 在免疫条件方面 就是对苏主的 靶向的一个治疗方面 我们有太阳受体的 急抗剂 当然有治疗性的疫苗 当然还有一些细胞因子 那么 还有其他的一些 基因工程的一些 一些治疗的方案 包括一些表面抗原的 抑制剂等等 还没有进入到 一个批准的阶段 所以在未来的治疗当中 一定是有 比如细胞 这个 病毒的传输 包括 锡丁40 细胞因子的一些 一些接抗剂 包括我们的 T细胞 功能性的T细胞 比如讲像CardT 我们已经用于 肿瘤的治疗了 那未来对肝炎治疗 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包括治疗性的疫苗等等 都是 那么关于免疫调节的治疗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 很多的进展 那么这里面 列落了一个 治疗性的疫苗 和免疫调节剂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 包括细胞因子 包括PD-1的block PD-1大家知道 已经用于肝癌的治疗 而且许多了 用于这个肿瘤的治疗 最近批准的肿瘤 特别多 乳腺癌 包括肺癌 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 但是我想 因为我们知道 在乙型肝炎当中 PD-1的表达 PD-1的调节的过程 实际上是受到 很广泛的关注的 所以最近也有公司 在做PD-1的这个研究 在看能不能做 当然只是在临床前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类似的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呢 比较关键的呢 我们在想 比较期待的一些 比如这样 吉利德公司的GS4774 那么我们非常兴起地 发现这个Aerohead 这个公司的 已经不知道 是不是已经进入 三期临床了 那如果进入三期临床的话 我想它的上市 可能时间就不会太长 那么在这里面有很多 包括我们的 直接抗病毒的药物 或者是宿主的 靶向的一个 一个调节的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 都在紧摸密鼓地进行 那这里面呢 蓝颜色的是 直接的 抗病毒的 绿颜色的呢 是 就是宿主的 靶向的一个 调节的药物 主要是一些 免疫调节剂 那么红色的呢 可能是已经终止了 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 失败了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一些终止了 大家看看 已经有非常多的 治疗的方案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觉得 中国是一个 乙肝的大国 那么今后对于 乙肝的治疗 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 一个药物的选择 那么最后呢 我想小结一下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乙肝肝炎的免疫发病 乙肝肝炎的免疫评估 不管是在治疗前 治疗中或者治疗后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看 新进的研究 大家看 不管是直接抗病毒的药物 还是 输足靶向的治疗药物 大家都关注了一点 就是如何恢复 乙肝肝炎的 免疫能力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想一会儿 还有专家会展开来介绍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 Aero黑豆公司 能够拿出他们的 最新数据 给我们分享 我们也觉得 能够更有希望 那么 我简单地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的 我的讨论 那么 乙肝肝炎是个 先天性和新性免疫 共同借导的 一个相互作用的 一个复杂的 一个免疫过程 那么在这个免疫过程中 如何去把握 真正的免疫时机 或者是把握 它的免疫状态 是我们成功 治疗的一个关键 那么在这个 关键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评估 一个乙肝肝炎的 免疫状态 实际上是我们 取得治疗 这个成功的 一个最最重要的 关键 当然苏主的免疫应答 一定是未来的 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 光靠药物是不行的 光靠核肝内似物 单一的药物不行 那么现在我 这个核肝内似物 家用免疫调节的治疗 家用宿主的 靶向的这个治疗 我想可能是 未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 乙肝在免疫控制方面 能够取得 非常好的进展 好的 我的报告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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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